高雄市市立米勒家园老人长期照顾中心二期工程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市长陈其迈、立委邱一营及地方名代等出席参与 陈其迈感谢大德前人开办此机构 原有156床全日行住宿照顾服务已不复使用 因此规划二期工程可提供190余床的住宿式照顾 我也很感谢我们林谦仁在6年前来传访我们的米勒家园 所以我今天要来的时候我也有副总统副局 说现在米勒家园已经第二期了 本来156床 现在还要进到199几床 这可以说是我们六区园一的一间住宿型长导机构 也加199几床一号 这是我们高雄党区最大间的 如果李高雄来说是来算算的 这间也是算很大间的住宿型长导机构 那里面也还有我们宿舍还有很多 这双方这些要照顾我们的司法 非常好的服务 所以真的要感谢我们林谦仁 和我们德庭能与最好的服务 市长陈其迈立委邱义英等人随后前往美容的凌云公德会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为防长辈 还陪同长辈一同伸展拉筋操帮长辈按摩 陈其迈支持时提及家有一劳如有一宝 大家都是高雄市的长辈 大家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所以各位都是我们高雄市的长辈 我们在尼隆这个地方 65岁以上的长辈有超过28% 比例很高 大概将近三个就有一个超过65岁以上的长辈 所以把长辈照顾好是我们的责任 大家以前都有到那个 以前都没有去过幼稚园 幼稚园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在去的 所以各位以前没有去 现在参加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就好像上幼稚园这样 每天来这里都很开心对不对 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同委法师都把大家照顾得非常好 我知道还有57个我们的独居的长辈 我们也都有在关心 所以说是我们做得最好的社区关怀据点 所以我今天来是回到我们这里美农来跟大家学习 陈其迈也表示长辈每天来这里都很开心 这处是模范社区关怀据点 让长辈们在此一起生活或同乐 他同时感谢凌云功德会 理事长王中胜等人的努力一起关心长辈 是否希望能将照顾长辈的措施做得更好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平安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